慈濟台東聯絡處舉辦了三場歲目祝福 大約有1000位的鄉親參與 邀請大家落實在自己生活當中 親近在源頭 像是其中有一位66歲的慈濟之工郭秀鳳 不只自己投入做環保 還號召了更多人一起為大地付出 今年66歲的郭秀鳳在環保中找到重心 走出喪夫與喪子之痛 還帶動68歲的天主教徒陳菊蘭 和74歲的賴宿珠守護環境 越做越健康 台東聯絡處歲末祝福 回顧2014年全球災難不斷 帶著加拿大吉丈夫來參加的林靜宜 感恩自身的平安也獻上祝福 先生的祈禱 然後為林耐人的祈福 然後也感恩就是 雖然我們的生活不平手 還有能力可以去幫助別人 民眾滿懷期待 從今設法師手中領售福會紅包 期待新的一年祈福造福 讓社會充滿祥和之氣 大愛新聞 正山美志工林素月 圖華光台東報導